要说四方十世 不过一晚人间烟火 想要深入了解一个地方 又怎能绕得开美食呢 作为一个多山多水的地方 独特的自然环境 为当地人的饮食文化 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各种美食在这里百花齐放 总会有一个味道 令你魂牵梦绕 征服你的味蕾 不过并不是每一种食物 都符合大众的口味 许多画风怪异的奇葩美食 本地人习以为常并且深爱 但对于外地人来说 却是闻所未闻 更别提吃上一口 小豆瓜肯定是不买鸡瓜了 这也没没带你炒好不好 探听学个吗 探吃你倒不经得快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大家推荐的很多美食 都是我的心头号 那这么多的奇事怪味 我们先从哪个开始解锁呢 带上你的勇气之蛇 跟我出发 第六打卡的奇事怪味 就是在早餐店里 我的蛋糕 就是他 糯米鸡 老板 我要三个糯米鸡 然后预备蛋糕 好嘞 姐 你吃的这个是 这个是薯干面 大哥 你吃的这是 肉干面和续盘 这边都是早餐是主食 加主食你发现了吗 过早就是一天当中 对于本地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起包了 吃饱了还有力气干活 不知道我的糯米鸡 没收菜类 热爱碳水的当地人 在过早时 更是把自己的口味 发挥得淋漓尽致 各式各样的面点 经过油炸 那满口的焦香 简直叫人欲罢不能 油饼 焦圈 糯米鸡 都是油炸出来的 油香酥脆的外皮 加上内里的绵软 这么一口下去 那种心理和生理上的 双重满足感 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尤其是糯米鸡 那可是本地人心中 最惦记的一口美食 来了 来 姑娘你的糯米鸡 糯米鸡加蛋酒 完美的早餐 这么大一个糯米鸡 来尝尝看 哇 哇 哇 你看 你看 它有那个汤汁 会泄出来 看到了吗 你看 这汤相当地薄碎 你可能会觉得这么大的 一块糯米丸子 会不会吃起来非常腻 但是一点都不会 因为里面没有大量的胡椒 它是可以让它增加 很多的口感 里面都是糯米 糯米是这道美食的灵魂 用蒸好的糯米配香菇丁 豆干 榨菜 搅拌在一起揉成圆球 裹上薄薄的一层面糊 用滚烫的热油炸至金黄 糯米鸡也就做好了 我吃了快一半了 鸡在哪里呢 糯米鸡其实不是鸡 为什么叫做糯米鸡呢 因为你看它的样子 是不是很像炸完之后的大鸡块 关键是它的口感 吃起来外面这一层酥壳 特别像鸡皮炸过之后 那种酥酥脆脆的口感 所以它叫做糯米鸡 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 一定要试试看 没有鸡的糯米鸡 除了没有鸡的糯米鸡 在这边还有很多奇怪的美食 比如说豚 它不光是个吃的 还是个形容词 如果要说一个人 憨憨的呆呆的 有点萌萌的 这边会说嘴个人 哽个吞一样 说这个人跟个豚一样 那这个豚到底有多憨呢 听当地人说 羊心豚属于翻鸭的一种 所以也叫羊心翻鸭 虽然是外来引进的物种 但它在这里生活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来到了羊心县 你会发现几乎家家都养豚 重群的豚或在水塘中嬉戏 或在树烟下打盹 它们走起路来一摇一摆 寒太可及的样子可爱极了 现在这个正在发呆的 它就是豚 脑袋大脖子粗 走路起来一摹一摹的 看起来有点像大鹅 但是又没有鹅那么的高大 有点像鸭 但又没有鸭那么的小巧柠檬 而且颜色也不像 你看又开始发呆 喝一点水就开始发呆了 晒着太阳就开始发呆 走两步就开始发呆 所以大家会觉得它有点憨憨的 吞胸 想什么呢 哇你看这儿 哇这个地方很有存在呢 这个用油煎起来可香了 到了冬季 在湖北有个习俗 那就是家家户户的餐桌上 都要有一锅暖暖的汤 但是如果你是到了阳心县 或周边村镇 那这汤就一定是滋补又美味的豚汤了 它到底有怎样的魔力 能征服所有人的味蕾呢 我这么咬着咬着 我口水就往下流 好香哦 哦 好甜哦这汤 你看这个颜色 清澄清澄的 上面还有这么多的料头 来补足它的味道是吗 对 它的味道呢 喝起来有点像鸡汤 但是比鸡汤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这个金黄金黄的油 你千万不要觉得它 它喝起来一点也不腻 而且这碗汤的精华 就在上面的这个豚牛上面 就是土豚放在土灶里面 一起蒸的话它就更香 切好的豚肉搭配红红的大枣 枸杞 虫草花提味 先以土灶细细熬煮 再用土锅蒸制 三个小时的功夫 成就了这一碗鲜味十足的豚汤 所以说这碗汤啊 它真正鲜 可能除了这个汤头比较好之外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整只豚 到土灶里给熬出来的 就是比较滋补 然后它兴凉 哪里上火来搁点豚汤 就是上小火 多喝两口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肉是带有偏红点颜色的 它这个颜色 它是比较偏褐红色一点的 像牛肉的颜色 它炖到这么烂 这个肉的口感吃起来有点类似于鸡肉 然后它的肉质 就是它的纤维也比较粗 跟我们的鸭 鸭 鹅都不一样 那我来尝尝这个吧 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豚蛋煎肉 我们一起来 我们尝一下 好香 我觉得豚蛋都不太需要 加太重的味道去调它 给点一点点 就行了